狹窄農路並排停了兩臺車 再加上遊客走動穿梭塞成一團 最近只要到假日 台中市外埔區的旺游谷 就會重複上演人車爭道 遊客聚集為了看金黃色稻田 只是人一多亂象平傳 得靠轄區警方賣力開罰 才能稍微減少微停狀況 不過更誇張的還有 你沒看錯一輛大貨車 進大喇喇 開進旺游谷的自行車道 站好占滿騎乘自行車的遊客 還得讓路 找空隙貼緊欄杆 好讓貨車先行通過 本來就很危險 要不然自行車那麼多 鏡頭再轉到台中龍井花田 一大片波斯菊花海 又是免費觀賞 吸引不少遊客 花田前大大力排協著請勿進入 但卻有人為了拍美照 直接闖入 實際走訪發現 花海疑似有遭践踏痕跡 就是你看大家都在那邊拍照 不要踩到花 我是覺得還可能 因為有些人是走到中間 波斯菊花田旁 其實有規劃一條通道 專門供遊客賞花時走動取景 24小時開放的免錢景點 但並非隨時都有管理員巡視 美麗花海還是得靠民眾的公德心來守護 三零新聞 邱瑞陽 張展志 李亞妮 台中報導